今天这个党做的会给台湾带来战争 我们反对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晚上也就是8月13号的晚上 新党举行29周年党庆活动 那这场活动也成为新党议员参选 集体造势的一个活动 所以不少的新党支持者到场 在这样一个场合 新党的主席吴晨典也公开喊出来 他说这个新党对于国家统一的这个目标 追求农业都不会改变 他说统一有好处 台独无出路 外力靠不住 他认为两岸必须统一 也必能统一 那新党他主张的这个路径呢 统一的路径是这个和平交流 和平谈判 最后实现和平统一 那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呢 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 隶属这个民进党 跟这个外国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 这个外国势力的罪恶 他认为美国的插手 民进党的执政 只会带来这个台海的这样一个战火灾难 恩有头再有主 没有美国的总统 没有佩洛西 不理全世界 包括美国总统败助在内 对他的劝告 回要来台湾不止 我以为他懂得爱台湾 后面才知道 他的儿子塞在里面一起来 恩恩是要来做生意 正义要做了 做成做不成就不成 屁股排排走啦 所有的恐慌恐惧 是台湾人在承受 对不对 对 其他妈都没无人对不对 对 不要客气啦 还温两宗减上 真的都已经发生了 还温走两宗减上 对不对 对 我今天比较粗误一点 不然反战也不是这一家的 为什么要反战 因为战火已经逼到台湾的四周 各位想想 回答就经过台北的上攻 我们不敢花通息警报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把投机警报一花 把他的政权划垮 他们是在乎 他们的挣钱有没有赶 他们有没有在乎过 台湾人生命财产的安慰 各党假如只是干的不好就算 不好就犯了 可是这个党今天做的 不是干的好不好 今天这个党做的 会给台湾带来战争 我们反对 对不对 对 我们反战 第一个 取之先银 反对民政党的台独 迎来台湾的赞助 新党已经讲了几十年 台独就会有赞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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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整 ter